但经由这个课程,说不定一个未来的国家领导人就会因此诞生了。 帮过了虚拟的政治家,还是得听听真正的过来人怎么说。 主办单位这次特地邀请立巴委员洪秀柱女士,以挥洒年轻色彩,活出生命光与热为主题。 和同学们分享宝贵的人生经验。 年轻很多人想事不能做到只能够做梦,那年轻有什么好,你告诉我。 谁讲的,太棒了,你讲的跟我一样。 还有一个举手,年轻有什么好,年轻有活力,太好了,还有,年轻有体力,还有,年轻怎么样,有时间,还有,有创意。 年轻有创意,年轻代表希望,对不对? 对! 刚才就少讲了希望,年轻代表希望。 年轻就是本钱,讲太好了,年轻就是本钱。 经过了一天的相处与学习,学员们早已培养了良好的默契。 第二天的晚上,主办单位特别安排了才艺表演的活动。 原来这一百二十名学员身怀绝技,无论唱歌,跳舞,演戏,样样精通。 喂,玩过来,听stimes! Hey guys,amos BAME! Yesterday。我的头有点晕。 喔我记得了,hopby就是我吃的那种medicine。 Rod gryve你有没有尝试的啊?Hobby就是一种cheese。 明明就是一种亚劲。 GOT!Are you stupid? Hobby是Pero Brion, Youth Literature的簡稱 會是專門培養領導人才能贏隊哦 好 時間不早 我們應該趕快出發吧 GO 當然台下的觀眾 也不吝於暴雨熱烈的掌聲 這種對生命的熱情 或許正是Hobby的精神所在吧 Hobb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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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國外的青少年領袖交流 針對就是英語活動的部分 就是它這次占我們的活動的 總評分的40% 就是英文能力 其實在這營隊當中 是非常重要也被重視的 那其中10%是 美國教育基金會的USA的考試 那另外30%呢 就是由我和上一屆 後比的同學一起設計的 一個活動叫做英語活動 那其中英語活動 它包括了五官 就是分別是除了最終目的 是要測驗學人的英文能力之外 就是我們還希望 就是透過這些五官的活動 可以看出其他 它的一些特質 譬如說它的邏輯思辨能力啊 它的反應啊 還有它跟人溝通運用的關係 今天我的主題是 What makes me different I think make me different 就是My goal When I was 英語活動 英語活動被設計成 有趣的闖關遊戲 第一關是short speech 也就是一分鐘集息演講 學員在拿到演講題目後 只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接著就要在三位評審面前 以英文演講 I think look that makes me different I think it's my goal is my goal to be a flight attendant 那你要怎麼跟譬如說美國的外交官談論有關美國的文化 美國的娛樂產業等等的 那這個部分除了是看到它如何跟實際生活上跟人溝通運用 但是運用講的東西不一定不只是生活上的東西是 但是也會看到你的一些背景知識夠不夠 然後你有沒有辦法當我們選你出去國外的時候 你有沒有辦法用你所知道的讓世界看到台灣 我們發現這次擔任各個課程的小老師們 也都是過去參加過Hobie營隊的優秀學長姐 好 我想參加Hobie最大的收穫呢 大概是想法的轉變 因為在台灣大部分的學子們都是為了功課而不斷地奔波 那在Hobie的時候他跟你講說 要學習的話呢 不僅是想學了什麼 而是如何去學 也就是所謂如何去想 所以在那邊的時候呢 與外國人用英語的方式溝通的話 激發我自己的潛能 與世界開始接軌 同時呢